其實以一般香港的女士來說 很多都是雙職家庭 或者他們上班壓力很大 工作節奏也很快 工時亦很長 其實久而久之 通常都是坐辦公室 會有一系列的問題發生 例如大家都習以為常 手腳凍、容易暈、驚奇不舒服 或驚奇不准等問題 累積到一定時候 他們才會發覺 或是他們準備踏入人生的階段 可能想預備懷孕 想有小朋友 開始覺得為何有困難 或為何不順利 再去調理的時候 才發現很多東西是累積而來的 因為在中醫的角度看 先天來說 男士的陽氣比女士多 而且女士的特別生理結構 都是男士不會面對的 例如月經、懷孕、生產、產後 這些問題都是女性獨有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女士的身體其實是需要準備得更多 即使我們沒有生育的計劃也好 但父親也要保持好 因為那些荷爾蒙上的問題 其實不是要生育才一定要面對 其實它對我們整個身體的機能 都有很多影響 所以其實女性的調理方法 和男性是會有分別 所以女性會遇到的問題 其實都是比男性多 而且在同一個 即是我們的身體結構 本身有不同的關係 即使我們面對一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的身體的反應 都會有不同的 其實是因為我們陽氣 本身沒有男士那麼多 所以譬如我們都會經常 容易聽到女生怕冷 即是可能一對夫婦 他們一齊來看 就會經常說 晚上的冷氣迫開多大 是經常爭論這個問題 其實是因為結構上大家有差異 所以會有這些問題 好像說手腳冰冷氣 你說得對 就是女士的陽氣本身 是較少 亦是較少 亦是較少 所以他們會特別容易有怕冷 可能比較虛弱 容易累 頭暈 這些症狀 其實是跟身體的氣 足夠有關 食藥、針灸 都是有方法可以補充陽氣 其實三伏添救 都是一個很直接可以補充陽氣的方法 添救就是用一些 在一年內特定陽氣好性 和陽氣最弱的幾天 就用一些特定的藥物 都是陽氣好性 即是比較熱性的藥材 膚貼在相關的穴位上 人人都不同的 因為要中醫師幫你去看過 才知道哪些穴位適合你 就可以補充陽氣 和提升抵抗力的效果 對於一般穴經不調 手腳凍 可能脾胃功能不好 鼻敏感 哮喘 這些人都是很有用的 其實這一點 我都很想在這個社會裏 會令大家可以知道得多些 因為我們可能社會覺得 身體要出現問題 才去解決它 但其實很多時候 在它未真正出現一些很嚴重的問題之前 其實通常都會有很多階段 例如手腳凍 在一個習慣的人身上 他會覺得 我習慣了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但其實不代表是正常的 其實你的手腳是可以暖的 我們不是冷血動物 我們是應該要暖的 這手腳 或者是喝杯珍珠奶茶便會肚窩 又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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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這些都容易癢 我打個火鍋便肚窩了 我也習慣了 我的病人經常會這樣說 你很習慣 不代表那不是問題 你很習慣 只是因為你的身體長年累月 都給你訊號 但你自己聽不到 即是你以為是正常的 但其實人人都不是這樣 大家一起去打火鍋 只有你癢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 阿健康狀態 他未去到生病 或者那個人自己都不覺得 自己生病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但這些狀態其實是可以好些 即是可以令到你的人生舒服些 即是可以令到你的生活高質素些 即是所謂的條理